大雨倾泄而下 台南车站紧急放了两个橘色大水桶 因为屋檐不停滴水 不过没多久的时间 水桶就被装满 导致水全部溢了出来 整个车站是00一片 张乌员只好摆出三角锥提醒民众 雨神持续发威 雨水落下的位置刚好在车门口 反复就像水帘洞一般 而乘客想要上车还得担心 会不会被凌晨落塘机 六号下午台南突然下起一场大雨 导致车站积水 有民众颇往笑称 车站怎么摇身变成水乐园 橘色水桶是要让乘客上下车 免费拿饮料的吗 也有人抱怨车站修缮这么久 怎么还是这种品质 而其实台南车站 因为要进行铁路地下化 因此月台二三十年间都没有改变过 美玉大雨月台有屋顶 跟美屋顶是一样的 我会觉得 对于乘客上下车来说的话 也不是相当的方便 那希望说 现在台南市政府的火车 但也在改善当中 那希望之后 尔后改善完了 也不要再有这样情况来发生 这样子 那避免乘客 全身湿透了 然后也造成进去车厢之后 里面也湿透了这样子的不便 雨天选择大众运输 就是不想被淋湿 但是在台南车站还没上车 在月台就可能被泼湿 而根据气象署资料 南部地区这一周 都会有午后雷震雨的情形发生 车站如何应对漏水 也是一门学问 TVBS新闻顾首昌如品浩台南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